大家好 我是小陈 这是一场民间格斗赛 右边这位白人小伙之前有发过他的比赛 这位选手的柔数非常强 并且从未输过比赛 可以说是战无不胜啊 这才刚开局他就一脚糊在对方脸上 慢慢靠近直接打入内围 姑景试图袭击 裁判接入叫停了比赛 双方重新开始 碰拳 这位白人小伙叫比奇 我也管他叫柔数哥 因为他的柔数确实很厉害 果然柔数哥还是要选择长斗 连续的姑景袭击 黑衣小伙夹住他的手臂 搂住他的腋下 想摔 但是没成功 仿被摔倒 而且柔数哥直接拿到了上位齐称 被柔数哥拿到这样的位置这不就完了吗 柔数哥开始上位砸拳 他不慌不满的找空单进行垂击 黑衣小伙只能躺在下位手足倒 但是根本没用 柔数哥这波非常的稳 现在已经是高位齐称了 黑衣小伙死死的抱住柔数哥的腰 这种搂抱几乎没有啥意义 这个时候他又尝试起强 试图把柔数哥顶下来 但是柔数哥依然不为所动 而且将整个上身扑在对方的脸上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窒息法吗 我们看到柔数哥还把对方的一条手臂顶在上面 这意味着他可以尝试做一个手臂三脚脚 果然柔数哥把两条腿都跨到了对方的左侧 已经在布置手臂三脚脚 不过他的位置太高了没成功 然后他又转到了齐称位 黑衣小伙人处于绝对的被动 当他翻过身试图站起来的时候 柔数哥果断拿背 将他带倒的同时 手臂也缠住了他的脖子 柔数哥在布置裸脚了 黑衣小伙果断拉住柔数哥的另外一条手臂 但他好像控制不住 柔数哥的裸脚已经成型了 他能坚持住吗 说时迟 那时快 黑衣小伙果断的拍手认输了 恭喜柔数哥再次降服对手 战无不胜的柔数哥又轻松的赢下了一场比赛